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礼 大概可以算是娱乐圈最甜之一 看完他俩婚礼的感觉 就好像偶像剧中的男女主 突然现实生活中重逢 还是穿越版 一个是最最意气风发的 长广王殿下 一个是带走无数人青春回忆的 初恋沈嘉怡 就这么突然相爱并且走进了 婚姻的殿堂了 特别是新郎陈晓揭开头杀 亲吻新娘的刹那 看的人感觉在做梦 后来被多少人模仿 陈晓和陈妍希相爱于神雕侠侣的剧组 可以说是公废谈恋爱了 只不过那时候观众都在关心 姑姑的颜值够不够 却没在意这场过儿的假戏真作 陈妍希因为出演小龙女 从造型到长相 遭到群嘲 特别是包子的造型 一时间成为了网络最红的表情吧 在陈妍希最低迷的时候 编制余政连连甩锅 说陈妍希能演这个角色 全都是因为陈晓的坚持 烂人黑 只有陈晓单纯无邪 不管大家怎么看 坚持站出来为陈妍希说话 因为小龙女在大家的心中的印象深刻了 所以陈妍希的压力很大 她确实承受了很多的争议 我不会可以去说一些话来安慰她 但我一直强调在我心中 她就是小龙女 这世间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是情人的眼里出西施 相比于早前 李若彤 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呢 陈晓就喜欢陈妍希的这一款大众看来 颜值不够高的小龙女 神雕霞里中 外界都不看好杨过跟小龙女的爱情 为此坚持的也只有杨过一个人 于是呢才有了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识的爱情 陈晓的这份痴心在剧中就很明显了 看着姑姑时 仿佛一切时光都静止了一样 心爱陈晓晓表白 从她开始做姑姑的那一天起 她就是小龙女 我现在给她发信息都还是习惯性的 加入她姑姑 我相信以后她还是我姑姑 她如果不是姑姑的话 那我没有必要演 就是可能我配不起拍神雕侠侣 陈妍希最早被内地的观众知道 是通过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青春电影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 陈妍希顶着张娃娃脸 成了全国男孩的青春初恋沈佳怡 在出演那些年时 陈妍希呢已经30岁了 陈晓比她小4岁 是姐弟恋伴随着神雕侠侣的热播 杨过为了寻姑姑 甘愿付出16年的青春 陈晓的痴汉琴呢也有了结果 两人15年8月公开 16年7月领证 同年12月孩子小猩猩出生 彼时少年义气 寒情默默眼中有光 和陈妍希结婚的时候 正是陈晓事业的喷锦期 陈晓家境呢 即使算不上是大富大贵 出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 能够在演艺圈呢混到这个地步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时候出演陆真传奇 是多少人心中的最美常广望 在这个节骨眼 迎娶与陈妍希 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 出演陆真传奇的时候 陈晓和赵丽颖的感情 顺消沉上 13年神雕侠里剧组开拍 陈晓和赵丽颖 还被拍到过亲密接触的画面 14年花千古开机 陈晓的助理 前去赵丽颖的剧组 照顾了半个多月 陈晓呢也有亲自探班 陈晓家赵丽颖 从剧中到剧外 多么好的爱情啊 怎么说没就没了 陈晓呢是个直信子 他心情好的时候 谁都看得出来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算给钱再多 也是板着一张脸 他很少讨好别人 也学不会讨好的那一套 陈晓就是那种高兴的时候 眼睛里有心心的人 不开心的时候 就算上着节目 拿着通告费 也会不带眼视的黑脸 赵丽颖的耿直呢 可是出了名的 陈晓曾在采访中说 赵丽颖第一次和她合作 就公开说她演技不好 后来赵丽颖公然怼剧组呢 也能瞧着这女子的霸气 相比于赵丽颖的耿直 耿直的陈晓呢 自然选择了性格 更原话事故的陈延熙 婚后两人拍写真 甜蜜都快要一出来了 陈延熙也自曝过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陈晓在出门时必须有三件套 亲一下抱一下 老婆宝宝我爱你 那时只要陈延熙发微博 陈晓必定用心回复 帮忙宣传片子也是极其用心 接受采访时 望着彼此时 都一场甜蜜的撒糖 俗话说婚姻难过七年之痒 这还不到五年的时间 两人婚姻的矛盾就出来了 前段陈晓和陈延熙参加五年晚会 观众看着她俩长月相 但她俩的感情却越来越浅了 陈延熙一直呢 含情默默的想要跟陈晓对视 但陈晓呢 却始终都没有看自己的老婆一眼 摆明了不招待 连配合演艺出戏呢 都甚觉得为难 最后陈延熙都感觉到特别尴尬 笑容也有点僵硬了 这只是其一 早前陈晓在某班奖典礼 陈延熙给陈晓隔空加油 陈晓呢望着屏幕面无表情 还有夫妻在荔枝台招商会上的冒合神礼 少年眼中的光芒 早不复当年之闪耀了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啊 陈晓关闭了微博 设置仅半年时间可见 一直呢到现在 微博上大多发的 也都是和自己相关的 几乎看不到陈延熙相关的内容了 陈晓仿佛一夜白头 如今陈晓的事业直线下滑 参加节目留起了胡子 脸看着苍老了很多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眼中曾经能够让人为之动容的光了 已经熄灭了 对什么事情都有些爱搭不理的 早在18年 关于陈晓与陈延熙婚变的传闻 便是盛宵尘上 从曾经大声宣誓 我爱你沸沸扬扬 浩浩荡荡的青春 到现在有些狼狈的落幕 这其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如今呢 再回头看双晨的婚姻 只能感慨 童话永远是童话 就算对陈晓陈延熙夫妇不关心 也大概被陈延熙的那些绯闻震惊过吧 八三出生在台湾的陈延熙 加进一时 后到国外就读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06从美国毕业的他 选择进娱乐圈发展实现的歌梦 依然绝言的回到台湾 虽然梦想是当歌手 但陈延熙在娱乐圈呢 并没有什么背景 只能从跑龙套演配角开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恋绯闻男友就开始的纷纷登场 陈延熙曾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没有初恋 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后来却被爆料 在美国读书时 就是有男朋友的 后来回台湾发展 仍然在谈 没有分手 后来这位男友被爆贩卖大麻 判刑16年 够狠 早在13年和文章拍摄 不二神探 陈延熙和文章传出 两人过于亲密 让一旁的刘诗诗 非常的尴尬 2017年 陈延熙被爆出和 你安东一夜情的消息 他极力否认 这事呢也就过去了 后来又被爆出 之前拍电影时 和柯友伦有密恋 就在陈延熙准备用 只是朋友糊弄过去的时候 谁知道 你安东为了宣传电影呢 将迷之操作了一把 直接呢跟媒体承认了 他和陈延熙之间的恋情 面对层出不重的绯闻 陈延熙没有选择勇敢承认 或者在婚后斩断心思 其实娱乐圈这个环境下 就算婚前交往过的男朋友 多能怎么样 只要结婚好好在一起 坦诚面对过去 好好生活也是可以的 反观陈一涵 曾被调侃 40多任男朋友 在结婚后 本本分分也受到了祝福 婚姻呢也是幸福 三不知道陈小是不是被这些 陈出不穷的绯闻击倒的 可很少有男人能忍受 自己娶回家的白月光 只是图有其表吧 而陈小呢 虽然身处于了圈思想呢 却还是只是很保守的 同窗好友林鹏说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之前的陈小上节目 非常近距离 大学同学说他初恋还在 一篮子否认了之前的所有绯闻 包括和赵丽颖的 主持人呢都忍不住说 28岁还没有初恋 太失败了吧 陈小的观念 大多受父母的影响 他很接受父母给他的人生设定 对结婚生子的观念 非常的传统 童话爱情的背后 是太不尽人意的现实 一个呢是做梦的王子 一个是假装的公主 虽然婚姻都是童话的 结束现实的开始 在是非不断 乱七八糟的娱乐圈里 能够一直牵手走下去的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娱乐圈里想要装幸福呢 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毕竟那么多吃瓜的群众都看着呢 更何况这个少年眼中的心神 是骗不了别人的 好了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